板橋的新版一郎推出青年艺术实验计划 邀请了12位跨领域的青年设计师与艺术家结合 做出4种主题展间 要提供参观的人不一样的观看角度 主推年轻艺术家交流平台的新版一郎 现在正展出相对论青年艺术实验计划 邀请了12位跨领域的青年设计师与艺术家共同参展 让他们将各自领域的专业结合 提供观看者一个全新的感受 我们请了艺术家与设计师一起共同合作 那我们都知道艺术家他其实很容易 就是对于他的艺术创作表现上面 会有很完整的呈现 可是他通常对于展览的整个布置的话 他就是这一点他们会比较弱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请设计师来帮忙完成这个部分 这次的展区共分为四区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这个利用厨余做出来的翻糖蛋糕 刻意将食物的切面放在另外一侧 让人无法一眼看透里面的腐败 这一次比较受欢迎的大概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展场里面有展出蛋糕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展场里面为什么会有蛋糕 因为那个蛋糕做得很精致 那其实艺术家其实是有点用反讽的 在讲述说 其实人们对于食物浪费的 他想要点出这个议题 可是他是用很美丽的装饰去完成这件作品 这次的展览展现出多种主题 有的将金工艺品结合动物标本 有的利用剧场手法将软雕塑放在空间中 诠释人群的张力 更有将小朋友最爱的神奇宝贝 做成衣服呈现出来 展期将到6月19号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记者苏宏杰新北市采访报导 你们是在这里任何人应该做什么 你不能哪儿 咱们 我